2月17號 徒子 燕子 漢子 台南大合體 場地外的民眾七早八早就來佔位子 操場上的攤販也是一大早就來卡位 空拍畫面一看 人潮大排長龍 寒流夜市在白天一樣人氣爆棚 這一次二二三 三人即將又在台北合體 寒流夜市也要歸州北漂漂上去 1500杯 那我是標榜1000杯嘛 從寒流夜市中成功崛起的杏仁哥 現在也成了指標性的人物之一 阿薩利的說 韓粉讓他的杏仁茶翻轉業績 這一次也要回饋北部的韓粉 免費請喝一千杯 早上五點就要出門 一路開車北上 應該是四到五灘 有多少人想要一起去 十幾個 可是場地的關係可能沒有辦法 灘商們各個都想在寒流夜市中曝光 但名額有限 競爭很激烈 杏仁哥也是傷腦筋 除了自己的一千杯杏仁茶 還有赤砍糖也會發送一千份 韓國瑜存錢筒會送出五百個 以及五枚汁兩百罐 業者們熱情贊助 要讓217那場合體的韓流夜市 再現台北街頭 更要讓韓粉震撼 我以感恩的心就是想要回饋給我們 台北市的韓粉們 223當天杏仁哥帶頭北上擺攤 就是要追隨韓市長一路北漂挺到底 雖然這一次只有四五個攤位可以擺 但杏仁哥有信心 除了會再創一波好業績之外 也要讓北部的韓粉感受到 高雄韓柳威力 記者黃迅陳古明高雄報導